歡迎大家收看《卵政直擊》 直播室裏面有Johnny、朱明亮加上朱子超 Johnny你好 早安 朱子 豐厚真的有天情 看到港股也是上星期五有北水回來之後 今天繼續炒反彈 我想整個勢頭跟中美關係緩和有得談 再加上資金都頗積極追落後的科技股 沒錯 因為美團方面已經被罰了34億 市場認為這也是消除近期陰霾的好機會 所以今天看到科技類股份顯著反彈 其中美團跟阿里巴巴這麼落後的話 今天反彈的幅度也非常之大 是的 所以看到大市不論是科子、恆子 一開始已經是推高上去 恆子高開成300多點 1.3%的夾高 貨值也是超過百分之1.3%以上的升幅 於是一開始看到牛洪正街貨分佈 上星期你說洪正方面 最多新增、重倉 在25,200、25,400的位置 其實已經是大部分都被收回了 如果還沒收回那些都走不走 反而牛仔的重貨區 就在23,400、23,500 最多新增的區域都進取了 推上去24,100到24,200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今天的勢想乘勢追call 吃著勢頭想追call的話 可以留意發興的恆子認購證 這個call率 編號是25,757 25,757的行使價是27,400點 到其日還有130多天 實際槓桿有13.8倍 大家覺得如果突然間夾高那麼多 說實際現在十月中旬 難不妨回一回想收拾call在手上的話 亦可以留意發興的恆子call 認購證 編號是24,365 24,365的行使價是23,600點 距離到其日還有一百三十多天 實際槓桿有九倍半 今天跟大家介紹美團、騰訊的一些部署 看到連大市方面夾高那麼快 都擔心短線回吐 所以今天帶給大家的都是各自一對call put 騰訊方面如果看好騰訊 可以繼續留意發興騰訊認購證26667 26667行使價是575.5 實際槓桿有7.8倍 明年的一月底到期 另外如果看探騰訊 認為高位會回吐的話 可以留意發興騰訊認購證 21593行使價是440元 明年的一月底到期 提供的實際槓桿有6.2倍 美團方面 今天早段升幅超過7% 如果看好美團 可以留意發興美團的認購證25854 25854行使價是299.08 實際槓桿有5.8倍 今年的12月底到期 認為在高位會有回吐壓力的話 可以留意發興的美團認購證26288 26288行使價是249.08 實際槓桿有3.9倍 明年的一月底到期 記住留意科技股 越升越有 到現在為止都有百分之二以上的升幅 我們下次再談 記住